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4月18日发布 《亚洲经济前景与一体化进程》2021年度报告称 2021年亚洲经济将出现恢复性增长 经济增速有望达到6.5%以上 报告认为 受新冠疫情影响 亚洲经济2020年出现了60年来首次的负增长 从分析来看 中国是唯一在2020年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全球主要经济体 亚洲在加强疫情防控 保持产业链 供应链畅通稳定 促进贸易与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是多边主义的稳定器 其中 中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我们认为 以中国为主干的亚洲市场将进一步扩大 为世界经济创造巨大的需求 亚洲区内的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直接投资以金融市场进一步的融合 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的大趋势 非常明显 而且不会改变 随着亚洲在全球最早稳定的疫情恢复了生产 预计今年亚洲经济复苏的步伐将会提速 增速有望达到6.5%以上 该报告称 疫情仍是直接影响亚洲经济表现的主要变量 一些亚洲经济体正逐步实现新冠病毒疫苗的大规模接种 但全球疫情演变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美欧的疫情控制如何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美欧的经济复苏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 这些因素都会对亚洲经济复苏带来重大的影响 总的来说 我们相信 在后疫情时代 亚洲经济体将更加的积极有为 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推动国际机构改革与完善 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为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周边主义 做出更多的贡献 当天还发布了 《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 2021年度报告 该报告重点分析 关乎亚洲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 体现论坛面向亚洲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力争促成更广泛的共识 更多元的动议 跟更坚实的行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